你们国家都这样了 你怎么还不去打仗 你停电怎么了 你不是还活着呢吗 你看谁谁都已经战死沙场了 我也真是懒得怼他了 您有可能 没有这个玩意 他不是一燃一爆吗 我估计可能 这帮人最近吃多了 伙计大 咱就多原谅他点 您想 您那国家 伟大祖国 今天是不是还没统一呢 那当时为了统一中国 那死多少千里 您怎么不死去 你还好意思 空调开了16度 跟我这骂闲街 你们家伟大领袖 让你翻墙吗 我让你翻墙 你老实点 在家待着 多吃点煤油 别给国家添麻烦 对不对 这是早晨10点了 想买个电扇 商场就这个德行 商场也没电 感觉特别世界末日 这是我 感觉特别世界末日的景象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也特别斯拉瓦的景象 刚才误会了 这个商店其实是工作 为什么说工作呢 因为门口有一灯 门是开着的 里边还一灯 灯上还有一人 这是工作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啊 没有电也这个 百折不挠 顽强不屈啊 坚持就是胜利 心静自然粮 生存啊 我们买了个电扇 这个玩意儿多少钱 不到200块钱吧 40瓦 我估计我能给它改成 拿电池供电的 这个商店你看都是工作的 正常营业 特别正常 还行 甭挑了全塑料的 我看那个转的话 那轴不晃 能有三个档 那最低档据说是十多瓦 十多瓦就 再把用一小电瓶回头试试 可能还得逆变上来 由于我们这是新的这个法律啊 现在呢 这种东西 其实 我觉得是挺贵的 我没查过国内的价格 要说发电机呢 现在倒没那么贵了 我看 你们看到这个发电机是有现货的 列位看我视频早的 记着我买那个小发电机 要我450 国内其实就卖60美元啊 您看这这么得个的 价格300美元 这还带着那个电瓶就启动 不用拉10 这个 你看 7000瓦功率 这个功率是够 但是由于这个乌克兰的法律 像这种的96分配 这是贵贱是 怎么使都违法 在哪使都违法 就只要白天你用 除非你是工地上 否则就是违法的 所以就逼的呢 你看发电机有货 发电机呢 价格也便宜 但是我们不能用 这个我说住楼房这个怎么用 然后人家 商家跟我推荐这个玩意儿 Alcoflow吧 这个价格呢 和人币1万 1万块钱 1.2度电 你看这价格 1.2度电 1万块钱 那还有 他说那个是2000瓦的 他这个 maxim output power是多少 他说这个是用冰箱三个小时 不不不 他是最大输出功率2000瓦 他这容量他得写着有多少多少那个千瓦时 所以的这个容量是2000 不是 他的输出最大功率是2000瓦 他的容量也是2000瓦 2000瓦时 也就是说以2000瓦的功率最多工作一小时 所以这个设备的他 刚才说的是放电 最大2000瓦的功率 能够存出两度电 也就一小时能用完 就基本能够带冰箱也就那样 空调可能还是带不动的 然后呢充电呢 他是分用AC去充 还是用光伏板或者DC去充 DC呢是500瓦充电功率 AC是1100瓦 所以必须得是AC充 两个小时能够充满 但是他呢充电的时候耗着这个电呢是1000瓦 所以这个设备 就还是特别隔靴骚痒 但是这个设备的价格已经都到了15000了 嗯 今天这供电就190伏 大家好 我是极贤 现在室内温度32度 现在是下午4点 那么今天的电呢 我们就用完了 不错 刚刚给了4个小时 呃 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个电呢 这就都是我的这个 自己传的储能的这个这个电池 哎 拿这个东西发出来的 呃 有人问Dasha Dasha在这儿 睡觉了 不打扰他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嗯 这个东西 视频里边刚刚不有那个叫Alcoflow的那类的移动电源吗 他那个东西 他那个东西一度电是和一万人民币啊 咱就说人民币 呃 两度电的设备差不多是都说一万五了对吧 那我自个传的这个呢 这个是千酸电池两块对吧 呃 七十五 基本上八百多吧 八九百 八九百瓦也就是说这两块也相当于一度多的电了 然后哎 你现在听到这这个声音呢 就是这个车载逆边器 这是一个纯正弦波的逆边器 1600瓦的 所以你看我这个配置和那个差不多 就是你就相当于1.6度电 然后最大的呃 放电功率1600瓦 然后呢 这个红的呢 是大约一百多瓦 它是12伏的充电器 最大能跑的8.4A 呃 然后充电器呢 是接接到那个墙的那边的电 也就是试电如果来电的情况下 他就自动的给这个充电 然后呢 试电没电呢 我现在没有用继电器 我是手动的切的嘛 就是把这个电源 把这个电源接到这上 现在带的负载呢 差不多两百多瓦 好 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电脑和这颗电扇呢 加在一起 工具220多瓦 对吧 12.5V 好 这样配置呢 主要的特点就是便宜 啊 我这个东西 差不多两百块钱吧 这个电池贵点 呃 贵的说呢 四百五百一块 那就是汽车用的那种 启动电瓶 这个呢 这等于我买的是正悬波的 我这好几个这样的变压器 呃 逆变器 呃 这 这就是 他工作一会儿 然后就散热 散热的时候就啊 就这么响 然后呢 另外那些逆变器呢 是 一直都是呜呜的响啊 然后如果是UPS的那个呢 就一直 反正就都特别吵 但是这个要是花多点钱呢 可以买好的 呃 主要看如果是修正 呃 正悬波 就是 对 就是非标准正悬波的话 那 呃 怎么说呢 就能便宜点 就如果你买纯正悬波的 就特别贵 当然像带电脑啊 这些东西 呃 还是最好是纯正悬波的 呃 反正这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一套加起来 呃 啊 倒是不能移动的走了 反正我也是在家里用 那么这么一套加起来 一共和一千多块钱吧 对吧 没到两千块钱 呃 这又比较划算 这个千酸电池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说密度低嘛 所以在家里用 只要家里有空间 呃 关键是便宜 对吧 呃 主要如果在乌克兰这个市场 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你随便拿个两三百美元 那就半个月工资了 你将那个设备一下卖个一万多 那家伙 这这 这好几个月的工资 全都给了一个移动电源上 这一般人家里受不了 嗯 睡成这个样子 呃 这现在就停电了 这是我那GPU的机器 你可以听到这个是 就是 就是这UPS 就这还是风波输出的 UPS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噪音 随着负载的变大 等于这还没有负载呢 对吧 他就这么大的噪音了 大家好 好我是极钱 跟您再聊会儿啊 那个反正这会儿又又是没电了 今天的电呢 又已经用完了 今天的电不是昨天说了吗 呃 昨天临睡之前吧啊 看点新闻 说今天停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天热 30度因为天热 所以那个今天的供电呢 等到中午12点时来电的啊 到下午4点这一天的电就这么着了 呃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点事 就是昨天我不是还 怎么说的心情还是复杂的 昨天我们看的新闻不是说吗 这个乌克兰这方面要 呃 举办和平峰会 第二轮和平峰会 是邀请俄罗斯参加 然后伟大领袖泽林斯基同志呢 是准备在这个 去记忽厚望 希望年底能够把战争结束 不是你就是 11月美国大选之前对吧 那个新闻原文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昨天哎呀就 又来一新闻 呃这俄罗斯就是乌克兰这 转报道的俄罗斯那边说啊 普京的那帮帮站说不去 你这 头一回是 哎乌克兰没请的 这一回呢 给台阶 哎大爷不下 好 那这个感觉就是我没有这 矿日持久的这句奋战了 对吧 呃 然后第二呢再 跟大家说说这个 还是电那块的事 因为说实话啊 我这看到了好多东西 他不是不能说 我这 哎一方面呢 这好多话呢 就是看见了 就当没看见 呃 不能乱讲 不能说了 毕竟国家战争状态嘛 对吧 呃 我发现好多人其实不太愿意接受现实 所以一开始呢 是一帮讹粉骂我 对吧 你怎么能够支持乌克兰 这个 我其实我现在 我觉得我没变 现在呢又开始 有一帮 极端的支持乌克兰的人 在追着屁股后边骂我 那国 你们国家都这样了 你你怎么还不去打仗 啊 你停电怎么了 你不还活着呢 你看谁谁都都已经这个战死沙场了 我也真是懒得怼他了 啊 那您别您这这有可能啊 这个煤油这个玩意儿 他不是亦然亦爆吗 我估计可能这这帮人最近吃那个吃多了 火气大 咱就多原谅他点 对吧 您想啊 您那国家啊 伟大祖国 今天是不是还没统一呢 那当时为了统一中国呢 死多少千里 你怎么死去啊 啊你还好意思 空调开着16度跟我这骂闲街 哎 你们家伟大领袖让你翻墙吗 不让你翻墙 你老实点在家呆着啊 多吃点煤油 别给国家添麻烦 对不对 好好好 对对不起啊 那个这是真是 这两天那么火搓得特大 但是咱还说回来 就是我觉得油管的这个这个朋友们 确实素质特别高 那推特骂街骂话了 真的主要就是 这两天 本身啊 天热啊 然后这个停电是挺后期的 也就关键还有一帮人 哎呀 这个这个道德先尊似的 玩命道德绑架你 哎呀 没法说啊 你就是大前平 所以有时候我没回那个每条 我还是希望坚持恢复每条评论的 咱有时候真是回着回着就看上那帮恶心玩意儿 就是为了保持血压的稳定 我就把那个暂时先关一关 您您多担待啊 不是说咱这飘了不理人了 真不是这情况 这个 扯扯远了 扯远了 刚才要说哪了 哦 刚铺垫这么多 就是为了跟你们说这么说这事 就是 这次停电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 和之前那次我们开战头一年的那个炸电站那会儿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时候呢 也同样啊 伟大领袖泽连斯基同志说 真是优国优民 怕这个老百姓没电 就是玩命抢修 抢修的速度也特别快 一个月都恢复了 并且呢 那个冬天 那年冬天 这还有真是 呃 还给我们援助充电宝的发电机的朋友 对吧 我都记着你们呢 哎 您也还都记着呢 就那年啊 什么充电宝啊 发电机啊 运过来都免税 是不是 现在确实政策跟那会儿不一样 现在的政策呢 是 你看发电机我们这不缺 商场上是有有现货的 注意啊 我说的是发电机 不是所有的能源设备 发电机不缺 价格呢 我说实话挺便宜 没准比那个德国那儿 你们那儿还便宜 你看 刚才我看的七千瓦三百欧元 那个 还带启动电机呢 就我那发电机的这 顿神 对吧 都挺高级的 三百多欧三百多美元吧 不贵真不贵 关键是 不让使 使的话 得交罚款 这就没得了 当然有那个后台硬的 或者或者或者人家符合使用条件的 就是 抵商啊 那就是马路口 没有居民区 怎么着吧 那种人呢 就是 具备合法使用发电机 或者是那个那个 比较少 所以大多数我们像我们这个楼房用户 就真没辙 就得挤的你 就得使那个移动电源去 对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如果是真的电不够 你这个电价已经涨了一倍了 对吧 你再涨一倍 你真的 我没有说气话啊 能用发电机发电 那电价是你现在的 你涨完一倍以后 还是你十倍的价格呢 对吧 你翻个八倍 我都觉得你那个算是 我能接受啊 对吧 你就是 凡是用得起发电机的人 你这电价你涨八倍 他也得也得要是按时 所以电价不够 你要不然改成个阶梯电价 是吧 欧洲不都这么干吗 当然人家这个 怎么说呢 可能有这个战略思想 这个咱们不懂 咱们不多参与 您不让使就不使 就是 使用这个移动电源 主要问题是 他不省电 你知道吗 他只是省钱 所以您到底是 这事就不能说说深了 对吧 你要说缺电吧 是 不怎么支持老百姓发电的 你现在呢 要想买发电机 从国外买 我不推荐啊 一个当地就有 第二 买国外买呢 各种能源设备 该交税交税 一个子都不能少 然后呢 您说这个 如果是我为国家分担啊 你不是国家发电能力不行了 我们强调怎么发电 发电机听明白了吧 不推荐你 就是政策性的不推荐你使用 那第二种能发电的 基本上咱能用的就是光伏啊 这风能就更扯了 你见过哪个在市中心立大风扇呢 对吧 光伏 光伏这东西不说了吗 政府得审批 你就看就是我们这说光伏 这条件好不好 我说真好 那个就塑料 ABS什么PLA那塑料 你搁外边晒化了 那个汽车 那个仪表板 真晒化了 你就这个UV的强度是 那是足够 光照时间也特别长 最关键的呢 就是这个审批流程 会非常长 当然您要是为搭为件呢 这个罚款呢 就跑不了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发现其实我没有 就是我信息的获取渠道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不是说没事去看俄美去了 或者看新年波去了 还是乌克兰的那些个媒体 对吧 就只是他们的这个信息的给你感觉呢 我还是先铺垫了这么多了 我告诉你真实情况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 就整个感觉和那会儿不太一样 但细的我也不能太多说 反正我们满眼看着 可能我关注点就特别偏激好吧 就看着就是哪个官员又外逃了 大家在边境逮回来 然后哪个官员 负责征兵办的那个 奥德萨征兵办的那个官员 又去那个法院了 也是什么虚假的上海外度假 都这个 然后呢 要么就是告诉你 赶紧去征兵办报名去 要不然发款 发过钱 晚上早点回家 当然言行俊法嘛 就理解支持啊 我这么说是 只是跟你叙述一下这个事实 能听就听 不听了 就真的就关了 我也没有夸大其词 没有进行我的评论啊 这我都把这话铺垫的够不够的 这就是原评论 咱也得关心一下 然后我得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关心这事了 我得知道他明天 几点停电 停多长时间对吧 我得不是说了吗 我做期时间得跟着电表走 没辙看着 你得翻一下一条条新闻 它是推送的吗 哎 想翻到那个 跟发电有关的那新闻 你就老得路过一堆这个 所以听着确实挺郁闷 原来郁闷吧 说还能在推特上发个牢骚 好现在我可不敢乱讲 发个牢骚 怎么说呢 就就一帮人去指责 你怎么不打仗 你怎么还没死 人家死了的那个怎么怎么算 哎呀又又 我抱歉啊 又虚斗了啊 我就希望那帮人 你看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 你赶紧找他去 斯大林也想找他 找亲爹伟大的父亲斯大林 你找他去就完了 别跟我们这个道德绑架 就再怎么着 只要在这儿了啊 我认为 人既然还活着呢 他们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战争的受害者 我觉得不光我们就 那边的那些老百姓 也是他们战争的受害者 对吧 你谴责一个受害者 哎 这就特别像 你说那儿把导弹 把轰了 那个儿童院碎了 你去谴责一个 站在废墟边上的男人 你怎么不不去打仗啊 你要打仗 这个导弹就不下来了 不是那逻辑吧 所以今天这视频呢 我本来就想分享几个事 一个是啊 更正一下 这也不是更正 这新闻的就是一天一遍 就包括发电这事啊 基辅邮报 Kiev Host 这应该不是俄美 对吧 上礼拜告诉我们说 那个电力恢复了60%了 但是到现在呢 我们电力供应 反正一天呢 就给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不错 反正就是 Slam of Ukraine 特别支持 特别理解 这个特别理解啊 特别理解 心平气和的说啊 就是人家真的是有英雄的 就是志愿军 就是我没让我去 我就 就要去保家卫国 我觉得牛逼 点赞支持 那是榜样 好吧 人家也有正常人 就他妈想活着 该干嘛干嘛 人家的手艺不是杀人 人家手艺可能是高科技 对吧 你比如你给我 我告诉你 你给我扔战场上去 没多大用 那敌人不会被我骂死的 我最大的价值 如果是真是打仗去了 我给你传个机器人出来 我给你传个终结者出来 那个玩意儿 对吧 你现在的打仗呢 我也不知道 你让狄哥哥把人搁那儿 填坑去 但列维里面也都看见了 现在打仗 对吧 他不是说拿人挨那儿去坑呢 你这得给武器吧 你看这两天 伟大领袖 泽连斯基同志啊 人家说 呼吁北约及美国 您得让我们这个 这个导弹能过河 得能打那边去 是武器 您这 你给了 是给了 但是不能够过河的打 就说我们这 你给我们一个特别不错的盾牌 再好的盾牌也漏两颗导弹 就这个 你告诉我这个 这玩意儿 怎么赢啊 然后呢你告诉我这个 就是说我们啊 都都上去打仗 武器没有 或者说那个能过河的武器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贡献 你就这么说吧 就那帮那个喝了没油 要要整天那个道道德道德高尚的那帮玩意儿 你们怎么不去武统台湾去啊 这不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吗 对吧 国家那个不给你枪 你刀 不行 菜刀也没有是吧 就拿板砖上 拿崩公子 往台湾那打去 你牺牲一个我看看 这是这是原话 这就是你们跟我说的原话 你你自个儿听见什么感觉 对吧 就这话我告诉你 你空调到不开到16度里 你都说不出来 哎 哎 行 这个老老妈街催水没什么影响 我这呢也是 斗舞胆 给你们拍了几个能拍的 是能拍的这外边的这个场景 里面给大家看看大街上什么样 不看的你们自个人也琢磨 因为这个在这的 现在中国人还真不只我一个了 我也推别人了啊 通过他们的那些个街景 你们能看到 你们能了解到 能想象到 就这一个人呢 活在2024年 还还不是北朝鲜的啊 比如说北朝鲜是压根没见过那个全天20小时电什么样 他就不说了 这个电呢 也不像你们想 你别一想出一电就是空调啊享受啊 你自己试试你的生活必需品 你离的电你能你能怎么活 对吧 我这最起码的水 这这都得靠靠电 对吧 冷和热都得靠电 冰箱啊 热水 炉灶 嘿 在这种情况下 全国人民 俩月啊 你你你琢磨我们是什么心情 对吧 你就自个琢磨就行了 我们不多说这事儿 说声了也不合适 呃能理解的呢 就理解一下 不能理解的呢 您就该该看哪台看新联播也也挺好的 呃 好 这个哈 对不起啊 又又老说这事儿都又啰嗦 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贫 真的 呃 最后呢 我还是得特此的再再感谢一下有不错的中国人 确实也有联系我的 那有时候我打电话可能就是 不太方便你们给我打电话没接啊 或者是怎么样 也多担待 呃 真的有人开始行动了 开始往这块去做东西 然后我这个视频呢也正好告诉你们 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 合适 对吧 还是那句话就这儿是确实是震灾呢 你就知道是震灾呢 所以你那个产品呢 我没说人家产品不好 人家卖的贵 里边那个电路板我拆过 特别精良特别好 可能真值那钱行吧 但是在这儿呢 我建议你们不妨 像我这个似的就是DIY套餐 因为你反正那种那种玩意儿都是DIY 对吧 你们自个儿传好了 因为你之类是在家用长期用 给一个大哥那边气 给一个能到10安左右的充电器 再一堆千酸电池 千酸电池呢 其实好像这儿也能产 价格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们从中国运的那个 就像我上次说的那个谁 明德时代的那种动力电池 3.2伏一度电一个的那个 那个东西也不错 然后如果说就是专项为这事使啊 从这个电力上呢就简单的知识分享啊 呃 那个电池组啊 呃 这么说因为我们要逆一遍嘛 就是你的电压差越小 也就是你这你不要逆到220嘛 就是你这边的电压越高 电池电压越高 转换率其实会越高 而且呢你所需要的电池的这个电流 呃 也就像因为你那个总功率一样嘛 电压高 电流就可以需要的小一点 所以呢 逆边器你们不妨呢 可以试试配48伏的那种 那种特殊的逆边器 不用像我这个 我是买不着啊 在这可选的余地 还是不多 就真正热的产品是不多的 然后呢电池这块呢 就是呃 其实串联定联呢 主要区别就是说 你要是串联着用 那你充电的时候你不能串着充 你充电的时候还得给他用 BMS那样并着充 所以呢 咱就说不玩命研发新产品 也就是普通的充电器 那个 比如说这么串联一截一个 你在每一截上 单独去这么给他充电 哎等于你们打线改一下 这样呢等于没有BMS 或者是一个额外的这个 就是外置的一个BMS吧 给这个电池组 呃 安全性的却略差 对吧 就整体性的也略差 但是便宜好多好多 便宜特别特别多 这便宜啊 就 怎么说呢 您是保利多销了 我们这呢就从根本就用不起 变成能用得起了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 这个 它倒不是阶梯电价 这就完全是用这个 消费能力给过滤了 您在这儿 在我们这儿 哎呀 你要想吹牛逼 别说你家里有法拉利 你就说你们家有24小时的店 这就特能吹牛逼 行 我希望这个分享呢 对您有点帮助啊 有人真是 首先投机不是贬义词啊 就有人就是为了把握机遇好吧 来乌克兰 算是援助我们 能够拿一些正常价格的商品 用过来 让老百姓能用得起买得起 坏了呢也不用太担心 说这话我是刚才还烧了一玩意儿呢 真的就是一充电刺冒烟了 就是坏了呢 就是坏了呢也能修得起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 就算记得得了啊 真的 不要求你们去捐走 我觉得 我现在也是慢慢在改变想法 捐 老话讲叫救急救不了穷 对吧 啊 还一个就是说 各地啊 呃 如果你们 咱就说抱有怜悯之心 同情之心啊 千万别哪个胜利者 看笑人心态啊 就是你们能够为乌克兰人提供一些个 什么就业机会啊 出国的工作的机会啊 我会也会愿意帮你们 但是限于现在的这个战争时期 法律要求 这个男人呢 呃基本上不许出国的 所以有什么女孩能干的正经的活啊 别别别一堆人找我去找小姐喝酒什么的 那那干着缺德正经的 好吧 呃 你们要是有有需要的 回头呢 我也可以琢磨琢磨看这块怎么来去 能做点实事 也就这样 呃我们当地的这个营商环境 其实还有人问我 就是说来我们这去看看商业机会 那你们就先想好了 这就现在的供电的情况 因为我不是老拿电说事 也不是为了我们家空调 你就想想你做什么买卖 用能不用电 还有你的整个供应链怎么样 所以整个这个店呢 他他都牵扯到生存问题了 然后整个经济他就几乎是崩溃了 你琢磨在没电的情况下 你跟我聊经济 就这么说吧 物流三个大邮局啊 乌克兰邮政 一没电的时候 他都没电 就反正我们家这个这个门口的这个 叫什么 就是邮局的这个办公室 他也没电 没电什么呀 靠我那包裹我扫不了 那包裹就在那呢 你等着来电啊 等着来电我给你 呃 有的那个Noapost 还是能勉强凑合动 但是更多的这种服务的东西 哎你们看过这视频了没 商场都没电 你都不知道哪家哪家店还营业开门呢 再就甭说我们这研究点技术了 我这3D打电机在这趴了一个多月了 设计图啊在这就是 我必须得能保证我三个小时之内完成一零件 要不然呢 我这个UPS这功率反而带不起来他 发电机在那是趴着呢 你甭问我是要打印个无人机配件还是什么 那发电机呢 我是不敢违法使用 行吧 呃感谢您收看啊 又抱您了不少 可能就是这个情绪有点燥 那个多单点多理解 也希望您那儿咱好好说啊 希望您那儿生活能顺利点啊 好 好